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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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跟他打 这颗裂看到我了 现在诺手也知道我没打红了 先把这眼牌了 上路单杀了吗 单杀不掉 把一技能交了吧 应该没问题的 诺手没来 这边手里还有个惩戒 好马上升四级了 好回家吧 上路核蟹诺手现在应该在打 我们回家出门来下核蟹 我靠 这颗裂第三下这么痛的吗 我看那湖里还有两三百地鞋 匡仓一个平A给带走了 这么吓人吗 怎么伤害那么高呢 多少有点吓人了 好 诺手抓上了 诺手没机跑 他抓上我们就在抓其他路 中路克裂有被动 马上上马了 杀不了 看看石头人吧 把石头人吃了 吃完石头人可以抓下 下路有机会 等个一技能CD 别着急 有机会有机会 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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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AWQ带走 先把这个杀了 把他眼牌了 然后对面这个红也刷了吧 哦不对红没刷 把他F6吃了吧 我吃F6 我好怕这个克裂来抓我呀 克裂有那个大招的 做个眼 把这F6刷了 我操 完了我被发现了 交闪 3秒E 我真不应该交易刷那个F6 没想到克裂真来野区了 我以为他不会来呢 我要省个E我就可以 我要不交易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闪现省下来了 好回家买装备 上楼送死瘤 开始送起来了 可以接受啊 回家买个巨石短臂 常见草鞋 慢慢来 他这个大招声音好大呀 哎呀 莫首好像在草里哦 魅惑到了 屋里也W了一下 能吃个炮车吗 不给吃 把诺手这个红buff吃了吧 要不诺手5级 应该杀不了我们赛恩的啊 我们赛恩等级很高的 7级赛恩 站着给他打 他也杀不死了 把这个红反了 这波直接交易没问题的啊 因为现在我们有6级 他们来人我也不怕 就是克列来了 我就把克列杀了就行了 只要把他这个钩子一躲掉 好撤了 打不过 他上引燃了 克列没引燃 咱们消耗他一个半血不亏的 他们引燃了 我们也回过家吧 把这个暗眼扣剑买一下 钱够了就回家买装备 暗眼扣剑的话 就是如果你前期钱少的情况下 你就直接买暗眼扣剑 钱多的话 你就可以做这个什么 做青石啊 看你兜里面有多少钱 有多少预算 主要是看预算 我们把这个天使杀一下 他跑的有点快 应该是摸不到了 诺手把先锋偷了 咱们一会儿要考虑拿小龙了 这怎么又打起来了 好 诺手没大了 先把诺手杀了 我看一下诺手也许有没有野怪 把野怪有的话吃一下 把这蛤蟆吃了吧 三郎吃一下 没有三郎回家买装备 出来直接去小龙吧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小龙拿了 这小龙很关键 这个龙我们家有奶妈 可以提升治疗量 对面的话有天使诺手 这些都有灰血的 这个龙是加护盾和治疗量的 两边哪边都不能 让对面拿到这个龙 嗯 这是必拿的龙 太关键了 我感觉在这个阵容来讲的话 这个龙可能比先锋还要重要 拿龙第一步 先把河蟹收了 然后这波对面在看着我 嗯 暂时没什么机会 我可以考虑把这个辅助杀了 他可能会出来作演 孤立平AW 平AQ成 闪现A一刀 然后把他眼全排了 OK了 对面辅助一死的话 这个小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哎 不过这波没惩戒啊 我们惩戒刚才杀辅助用了 我等个E我跳上去崩下来 把这个爆炸果实给他点了 好 三郎 把这一圈有怪全刷完就行了 好 回家吧 没野怪了 回家消费一下 嗯 这边俩常见吧 出门往诺手野区里边走 现在这个装备杀他非常好杀的啊 随便杀的 诺手抓上了 诺手抓上了 上路小心啊 这边往下路靠一下吧 他们没眼呢 看这波怎么打啊 这波操作好能三杀 隐身过来 先杀一个 评给WQ再杀一个 评给EQ成 可以 三杀 我们杀一人一个头 非常完美的啊 嗯 嗯 误会 把这野外收一下 好回家买装备吧 正好钱够了 把星石出了 看样子对面这个天使是他们车头啊 这天使 14分钟就已经无敌 5-0 300赏金 我得和他硬碰硬一下了 这波要是把他拿下的话 这局游戏我无敌 谁也挡不住我 要是他把我拿下了 好 这局游戏谁也挡不住他 他就无敌了 这波诺手应该也在上路 我们有暗影扩建的 可以考虑一下杀天使的 我跟这个天使硬刚一下吧 诺手不在 我跟他硬刚一下 孤立平A隐身 平A减速 然后隐身往前跟 平A孤立带走 走直线就行了 等星石反打 好 反打WQ 再Q一下 可以操作吗 试一下 W摸一下 他撤了OK的 没关系 这诺手不值钱 我们这波杀天使是目标 把天使杀了就行了 已经完成 完成我的这个战略目标了 完成了我的战略打击 我看不到弹幕兄弟们 我那么弹幕坏了 我现在我根本看不到你们说啥 直播间贵宾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忙猜一下啊 我忙猜一下现在应该有 应该能有9500的贵宾吧 忙猜一手 我拿手机看一下吧 我还有多少贵宾 我弹幕电脑这个坏了 我操有一万贵宾呢 比我想的预想的要高一点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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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弹幕坏了 可能得重启电脑才行 但是我现在直播的时候 没法重启电脑啊 我们进化W吧 就把对面前排比较多 不见计进化2 这辅助可以秒 你干嘛吓唬他呀 老铁 平A加Q 得亏我进化个W 要不这人跑了 先把龙拿了 先拿龙 别急啊 一伤来WQ 先把天使秒了 拉开 隐身 一刀斩 先打诺手 不要让诺手 出发血诺 A一下 打住闪减速两个 加平A 把眼排了 OK 拿先锋了啊 先锋拿了 轻触手 轻软 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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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诶 承接掉 然后杀你 Q一下W一下 平A加Q 隐身 平A加Q 平A隐身 哎 隐不了了 没法隐了 这波 也没啥毛病 也确实尽力了 天使来的有点快 我故意就是不惩戒那个蛤蟆 我留一下 让诺手来想惩戒 他只要过来 我就可以把他杀了 但是天使这个因素没有考虑到 看买什么装备吧 不假鞋 这肯定在出呢 这吧 做暗爪吧 做暗爪 我说一下兄弟们 咱们这个日服的版本已经更新过了 现在螳螂的伤害已经削完了啊 其实都没有怎么削伤害的 这个版本螳螂 你不要听那些不玩螳螂的人跟你说 说螳螂削了 说螳螂不行了 别玩了 螳螂废了 没用 听听玩螳螂的人怎么说 这英雄 现在这个版本的削弱 无伤大雅 皮毛 只能说是削了一点点皮毛 大后期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少多少伤害 少个30多点伤害 还得是大后期 前期一个Q也就少个 4 5点伤害吧 你杀一个人打两三个Q也就少了十几点伤害 咱不缺着实际点伤害的兄弟们 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缺实际点伤害 正好就没杀掉 但是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你可能打一天也不一定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这个削弱不要不要减 你把你的操作提升上来 你比这个东西要强得多 我们塔拉其实很克天使的 对我正好一个隐身 可以规避他大招 我不敢跳过去 我们这波直接打大龙吧 这波跳过去要死的 打大龙打大龙 开大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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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暗爪 两把长剑 买个夜之锋刃或者黑切吧 孤立无援的伤害是非孤立的2.1倍 打个比方 非孤立伤害100 孤立伤害就是210 对不天使没大吧 直接秒 这个也秒 把他眼排了 先放下我带线嘛 天使还有弗路杀了咱不用管了 其他事叫个队友就行了 把切破放出来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弹幕 我觉得以我对你们的了解肯定会有观众说 发弹幕说什么呢 看你这个伤害感觉也没削弱呀 你是不是搞错了 日服还没更新的吧 已经更新过了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这进到上面 已经是变成110了 好小龙小龙 如果没有人发这小弹幕的话 现在弹幕应该会说 真没人发 真没人发 主播别自恋了 或者要不就是打问号 谁问的 真没人问 哎 看个弹幕 真没人发 主播别自恋了 来个夜之风刃 再来遮眼 再来遮眼 打不得减速三个 孤立一下 对上来 可以 这波天使好像大招没开出来 把这一则秒了 隐身 大陆闪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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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拿下 什么 这一次 这个这三个哀疗 似的 是 二波一波一波一波 感谢观看